我是冰冰仔 逮着事去改 我们俩能上路的RX7 在烤漆房做了两个月的漆 今天终于回来了 赶紧看看到底怎么样 来 我来帮你们 我来帮你们 来帮你们掌舵 这没有方案门 你们一定没见过 拆成这个样子的RX7 就这东西 你在外面看 你怎么能看出来 它自己的RX7 前方左满舵 我们进场 毕哥 你擦一包了 别看它现在只是个骨架 但是我从世界各地 给它定的全新的配件 已经陆续到来了 我们今天把老金喊转 好好盘一盘 这得RX7 找了这么多东西 这550匹的渦轮 等长头胶 这个飘洋过海来的东西 就是不一样 这边是余灵纹 内置游泳 这东西看着 这个真漂亮 是吧 就是加道水箱 这个跟中冷是一个套件 这个箱子可不得了 这箱子好看 你看这进气 这东西看着就很 Nice 中冷套件 这做工 很有漂亮 这个换工一跃就只连完 我觉得我上次对这台机器的评价不专业 上次我说它是工业垃圾 我觉得 不对 它不光是个工业垃圾 它还是个碎潮机 对 东西摆出来了 少了个大件 瞧望那机器呢 在那儿呢 去拍一下 那在这里 这个车所有的要求 你要围绕的是我能上路 正常代步用 嗯 我需要有空调 所有的电控都要介入 稳定输出300p 稳定能算输出300p 这些东西是可以的 还要空调 ABS还要 这位置应该是不够呀 可以闹吗 你自己想办法吧 我决定 我这台ABS7坚决不用转子 我就要用二狗子 二狗子好 可以 稳定 马力更大 这玩意又花钱 又那么跑步的 容易坏 是吧 对 你说这小几十个 在这上面 车主还只要稳定输出 轮上300p 我就觉得特别的不值的 我们的观点一样 老板 我买这台车 买啥车 我去看看 行你开回来我看看 老金终于啃玩起来呗 而不再关心 我们的观点一样 我们的观点一样 virいる Alfred countries 在观点一样 亚蛋